新聞畫畫畫 梁老師 今天這題目你特別有感覺嗎 我以下講的可以剪掉 可是我一定還是要講 我有一個女生朋友 站出來替馬英九掛保證 說她一定不是Gay 然後我們聽了都愣在那裡 這個女人從來跟政治無關 你知道她就是像我們一樣 深受打擊就是所有的那種 極品的都是Gay這樣子 所以她就很被打擊 你知道她證實馬英九不是Gay的理由 是說 人家Gay都非常出色 哪裡像馬英九這樣 你可以剪掉 所以因此馬英九不是Gay 你說的是Gay 真的還是Gay 人家是這樣推論的 月兒聽說你也去跟健身教練 這樣說很不好意思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本來就是去做做運動 就是跟著跳跳有氧舞蹈 然後後來就有個教練說 其實你可以練練肌肉 那我說沒辦法 那個我拉不起來 所以沒關係 其實會有進階的 你慢慢來 然後因為那個運動教練 那男生都會穿的比較少 肌肉比較 那個什麼阿底那個 對 然後又比較幽黑 然後一運動就流汗 然後我說那你要不要試試看 我想她只差沒有叫我姊姊 你要不要試試看 我說好吧 那就她說先試試看 妳的那個力道到哪裡這樣子 然後我就坐下去了 然後坐好以後 欸 坐下去了 坐在哪 就在運動器材上 欸 我好緊張 好熱 然後呢 結果她要幫我加那個重量 那我要這樣拉 那重量重不重 她就會靠近妳說 這樣可以嗎 這樣重量可以嗎 然後妳這樣就會 然後她會 這樣可以嗎 那這樣感覺還好嗎 那妳就 那我是不能動的 我是坐在那裡不能動阿 舌頭可以動阿 隨她玩阿 其實到底我玩她還是她玩我 但我真的不騙大家 我那個片刻 我也不敢用回去啦 腺臟腺素已經開始 我就覺得 我一直聞到她那個 汗的味道 還有身體的體熱 那個熱氣這樣下過來 明明這裡是有開冷氣 為什麼那個身體的熱度 直逼到我這樣衝上喉頭 我覺得 小路亂撞 不好意思 這段老公我不是真心的那種 其實我是被她玩了一下 那感覺像 我在有台主持一個節目 有一個韓國人說 屁股著火的感覺 沒有 欸 其實美人姐 說實話 我還坐了蠻久 我沒有立刻離開耶 真的 享受那個感覺 妳後來到底有沒有買 妳有沒有買她的終點呢 不用買終點 那有些健身教練就是 她會對妳特別的好 然後就是 來 開始 我知道我問題出在哪裡了 就是我沒有聽懂她的語言 我沒有買她終點 那我不上道 難怪她後來就離開了 也沒有問我電話 因為現在健身教練很多 其實很多人是 是 在運動的時候呢 罪翁之翼不在運動 這樣子 所以有些健身教練 真的會跟一些姐姐們 往來一陣子 而且 同時是跟好幾個姐姐的 對 因為我都是早上時候去運動 然後早上她會跟好幾個姐姐 然後中午她們會約一起去吃飯 因為健身教練她們想推廣一種理念 就是無時無刻都要記得健身 誰說一定只能在俱樂部裡面健身 對 說得是 有機會就要把握健身 對 別說美少男 她連那個體溫跟那個汗味 對 我就感受到那個 好久沒有聞到這樣的味道了 就有關於姐姐的心態 姐姐可以稱呼你姐姐 好啦好啦 姐姐姐歡迎光臨 姐姐好 其實姐姐的心態 其實跟一般男生一樣 對那種青春的肉體 還是有一些迷戀 是嘛對不對 是一定會的啦 那為什麼 從這些肉體上面 不能說基礎也好 或是說只是這樣子 短短的Touch也好 甚至聞到她的體味這樣子也好 其實可以感受到那種青春的效果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像我們這種年紀比較大的男生 或是女生 我們周遭的朋友已經 把我們當作是什麼 當作是個中性的人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好朋友 如果跟李昂傑 我對李昂傑就不會有那種 男女之間的那種情愫 就會變成說 好像像哥們一樣的 會跟李昂傑打屁聊天什麼的 甚至可以跟她講很多一些心裡面的事情 沒有性別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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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如果說今天李昂傑是小我10歲的一個小女生 或是一個 我是一個小他10歲的20歲的一個男生 那忽然這樣子一接近的時候 那種情愫就有點不太一樣 你知道嗎 而且青春少女的那種 那種洋溢的那種青春的氣息 坦白講還真的聞得到耶 我告訴你 我曾經我們大學時代 曾經有個朋友 他有一天 我永遠記得 嬌蘭的一款香皂 可是後來再怎麼找 我到美國找到哪邊找 台灣所有的專櫃 就不賣那款香皂 他洗澡的味道 他曾經出過一款香皂 然後那天那個同學就是 就是洗過那個香皂 然後我們跟他一起出去 結果對方就有個男生說 這就是處女的香味 那天我們大家全部去買那一款香皂 洗了半天有用嗎 這個就是覺得 因為被他講過之後覺得 處女的香皂 後來結果嬌蘭就不出這款香皂 我再怎麼買都買不到 我到美國去也是 逛遍所有嬌蘭的專櫃 就是不賣這款香皂 你現在還滷到滷皮嗎 沒有香皂 可是你知道嗎 對 有個男生說 那叫做處女的香皂 我發他全部 那都要滷皮啦 我跟你講我們五六個女生 我五六個女生全部都買那一款香皂 可是後來竟然不出了 子約 氣死我了 教來你為什麼不再出那款香皂 他也不知道這個典故 對 他不知道這個典故 他後來出的香味都不是那一款 因為不出了 他已經不出了 是一款綠色的 姐姐 我跟你講 子約處女藍藻 這個市場沒那麼大 可是我覺得 不是 你不知道那種感覺 就是說 有一個味道我們這樣自我掩飾一下 也覺得 當然他說現在掩飾不了 不是 你知道 就是說當時因為那句話 我們竟然瘋狂的追求那一款香皂 那個味道 要抓住那個青春的氣息 因為我覺得 比方說延續到剛剛月兒姐講的 因為像我們公司附近 就有一間知名的健身房 然後他們裡面呢 就是有幾個那種 就是長得很帥又年輕 身材又好的教練 然後包括我們公司的一些同事 他們這種東西像 你剛剛講是講說 有個男生講說 這就是處女的味道嘛 然後你們每個人都瘋狂要去找那個味道 對不對 那這個是有一點是說 我們有個同事 那他其實也 因為那時候 大家都不是處女 我們有個同事啦 他其實他是離過婚了 他已經離婚了啦 然後四十幾歲 然後呢 他就等於說 在失婚之後 他安排自己的一些生活嘛 他就去那個健身房 因為人家講說 運動可以分泌一些 就是可以讓你的憂鬱指數降低啦 他就去了 然後你就發現 原本是這個 這個原本是來上班 都是鬱鬱寡歡的臉 哇去了健身房 一個禮拜之後 唇痛摸咪 那個樣子完全不一樣 然後呢 就很積極的 你就每天看他帶大包小包 下班之後他就說 我要去健身了 然後去健身房 然後隔天來上班 就是那一連就是很高興 然後非常期待 晚上下班再去健身房這樣 然後那就跟他 比較好的女同事 他就跟他講 我跟妳講 我那個教練喔 真的長得又帥 又年輕 然後對我真的是 假厚到羞婆 對我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我今天晚上呢 還要跟他一起去吃 那種什麼健身餐啦 他還幫他規劃說 你要怎麼吃才不會 才不會變胖 那他跟他講完之後 就其他女同事就覺得說 真的有這麼帥嗎 就很想要去看一看你知道 然後就等於說 因為他那個健身房 有些都可以體驗嘛 免費 可以讓妳免費體驗嘛 他們就三五個女生一起去 然後去了之後呢 隔天三五個女生全部都入會 那當然不是全部都是那個教練 還有其他教練 那就像美人姐講的 做運動喔 不見得一定要在健身房 他們後來就會一起約出去唱歌啦 吃蛋啊 也許去吃飯幹 下午茶啊 對 那其中有一個女同事是單身 那他就不小心喜歡上一個健身教練 可是呢 他健身教練對他表現出去是很殷勤 就像你講 哇幫你這樣弄東弄西對不對 還需要什麼啊 拿毛巾給你這樣 他已經完全 完全變成不是只有 教練那個專業的領域之類 他感覺上就好像伴遊一樣的 就是 對你虛寒問暖還陪你出去玩 那我這個同事呢 就對這個男生開始產生情愫 可是又不敢講 好有一天鼓起勇氣 就是一起去吃飯嘛 那他就跟他講說 想要有進一步的交往的關係 不要只是教練跟學生之間的關係 學生這樣跟教練要講 就是我的同事去跟 女同事 對女同事跟這個教練講 是的 對結果後來 印念的美人姐講的那句話 極品都在同次圈 他後來跟他講說 我把你當成姐妹耶 你懂嗎 所以我的同事當場心碎 他後來就想說 以後不應該被這種外表給騙了 你知道嗎 我們也聽得好失望喔 怎麼會是這樣 因為對他來講 他覺得為什麼會 真的 等一下姐姐我來講 好用的就是我們這樣的 這種長相 他為什麼會欣賞 我真的要補充 你白身化嗎 沒有 要不要